最近听说《花样年华》有望在2022年重映 这消息让无数港迷感到无比激动 谈起香港电影 不少人印象中浮现的都是王家卫电影 那一批至今让无数人怀念的女神 《花样年华》里婀娜多姿的张曼玉 2046里风情万种的刘嘉玲 王妃 正如只有逝去的时光才是最美好的 我们追忆着80年代 而王家卫却借着花样年华 用当日美人构建着怀旧氛围 复制往昔的1960年代的香港 重现那一个不可复制的激情年代 相将美人和只是短短八九十年代才百花齐放 早在五六十年代 香港荧幕上已是一片叉紫烟红的景象 当年时局风云变广 欢欢家庭 书香世家的后代逃难到岗 而其中 才艺相貌出众之辈走上了演艺的道路 在影坛大放异彩 最出名的当然是长城影业的长城三公主 除此之外 那时还有七公主 十二金钗等等 当年赫赫有名的金兰姊妹团 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 香港影坛有周多美貌 且才艺出众的女性 如今流行小蛋 小瓜 那时流行公主 比如长城影业就有长城三公主 大公主便是金庸笔下小龙女的原型 夏梦 左三 二公主是石慧 左二 三公主是陈思思 左四 他们不单只亮 更有演技 每个人的特色都不同 群方睁眼 各领风骚 这些融归了六十年代香港的独特韵味的美人们 构建着这么一个不可复制的激情 活色生香的年代 香港的梦露 林黛 林黛一开始并不叫林黛 而叫成如月 国民党高官 成思远的千金 出入有专车代步 读的是高官子弟的学校 往来的是各界名人 他跟着离婚的母亲流落香港 机缘巧合之下加入了长城电影公司 把英文名Linda 汉化为林黛 自此踏上了传奇之路 他长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 聪明活泼 就是上流社会千娇百妹的宠儿 多年后 父亲程思远在《回忆录》里写道 高居其中 意态甚豪 从小就养成一种木空一切的气概 金莲花让她得到了第一个亚洲灵展的影后 也让林黛的名字响彻了全香港 邵一夫借吃饭的机会 邀请林黛跳槽 她出演邵氏的开山之作《貂蝉》 进而一炮而红 凭此电影赢得人生第二个亚洲影后奖杯 乘胜追击的邵氏 让林黛接连拍了江山美人等叫好又叫做的电影 千娇百妹不了情 让她接二连三摘得了亚太影展的影后桂冠 四届亚太影后的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一对标志性的浓眉 面庞圆润 嘴唇丰厚 林黛并不符合现在的审美 但每个年代都有美的标准 林黛就是六十年代的标准美人 高大 丰满 眼大大 发肌高耸着 像做小山 她那又浓又长的眉 总是体贴地跟着眼波伸展 一个眼神溜一溜 就把观众勾得失魂落魄 而且常年K不住十八寸黄蜂腰 爱穿旗袍的她 尽显丰满的信条美 天才同心冯宝宝 是林黛的干女儿 王嘉卫透露 她拍《阿飞正传》时 刘嘉玲就是模仿林黛设计 她觉得刘嘉玲有这种味道 而林黛的传奇 不仅仅是因为美 影后光环 更是她身上的香艳 连王江卫都念念不忘 写过林黛身上传闻 林黛本身是很传奇的 比如在她生日时 她丈夫兴之所致 拖了她的高跟鞋盛酒喝 我觉得很香艳 我指的香艳不是指高跟鞋 而是她将脚放在那里 古人吃鞋杯 大抵是将酒杯置于鞋中 林黛丈夫直接将高跟鞋当了酒杯 荒唐更胜一筹 但香艳的美人 命运重定是波折的 总难平淡地过完一生 面对如花似玉的后辈们 来势汹汹 容颜身段不在 却依然心高气盛的林黛 压力无法释放 终于酿成自杀的悲剧 她的辉煌脆弱美丽 让看着林黛电影长大的李碧华 哀叹着她的不幸 也赞许她是永恒的星光 真正正正的Star 亚洲伊丽莎白泰勒 李丽华 虽然美联社称呼李丽华为 亚洲的伊丽莎白泰勒 但如果要给李丽华起一个称号 我反而觉得 没有比炒作女王更为适合 刚出道的李丽华 初出茅庐 毫无知名度 为了让她一炮而红 公司制造了一条 丢失钻戒的假新闻 漂亮的女演员 失踪的钻戒 如悬疑电影一波三折 吊足人胃口 比现在张雨琪晒大钻戒 更为夺人眼球 当时在上海演出的非洲马戏团 在报纸上刊登起誓 寻找钻戒 而李丽华也紧随其后 发生自己丢失了钻戒 没过几天 事件终于有了高潮 李丽华发表一则 鸣谢启示 感谢剧组巡回钻戒 而非洲马戏团 再做一下高姿态 发布一条声明 将李丽华小姐提供的 200元酬金 通通捐送上海 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 接二连三的刊登起誓 峰回路转的剧情 频频上热搜 让吃瓜的群众们 津津乐道 放到如今 都是极佳的营销案例 掀起满城关注 李丽华的名字 果然不进而走 电影未硬 鲜热 一上映 观众纷纷去看看 传说中钻戒的女主人 究竟是什么样子 自此一战扬名 成为了最耀眼的新人 成名之迅速 有人为之闪电明星 李丽华不仅是炒作新闻功力厉害 而且更是去好莱坞 镀金的第一人 李丽华在香港 算头号女星 试图进军好莱坞的壮举 开风气之先 1958年 她在美国主演 飞虎娇娃 成为有据可查的 从中国前往好莱坞拍片影星 第一人 进过咸水的李丽华 自此飞升成为国际女星 当年由邵逸夫带队 出战嘎纳红毯 平时都穿洋装旗袍的李丽华 特意换上一身中国古装 引起轰动 邵逸夫带着被美联社 推崇为亚洲的 伊丽莎白泰勒的李丽华 及丁宁 联手走嘎纳红毯 当时身穿中国古装的李丽华 秒杀了不少飞林 即使放在今年的嘎纳红毯 也毫不逊色 不知道范爷的身穿龙袍 征战红毯 是不是从李丽华上 获取的灵感呢 现在娱乐圈这些炒作 整容打扮出位的时 李丽华真是都干了 若是混了别的女星 大概早已黑料满天飞 而且最神奇的是 李丽华还让人讨厌不起她 王家卫在泰国拍《2046》时 没事做 就去唐人街 搜购少使和电帽旧片的录影带 看了很多李丽华的电影 感慨到 李丽华身上有一种令你恨她 然后才爱她的魅力 那时候 女演员的角色 大多是贤良舒德 受人欺凌 但李丽华是不受欺凌的一种 而且还有其他女演员 没有的霸气 当时的女演员 能做到 嗲 娇 媚 妖 大有人在 但真有霸气的并不多 李丽华的霸气是天生的 后天很难培养 若是刻意模仿 也只落得个东施笑评的丑态 李丽华在杨贵妃 琴手峨眉 巧笑沁喜 演播流转中带着媚态 而演武则天时 李丽华自带不怒而微的霸气 又有霸气 又妩媚的李丽华 确实凤毛麟角 连王家魏都认可 除了李丽华 很难有人能演武则天这角色 李丽华便是这样独特的美人 连张爱玲再次见到宋奇夫妻 都曾主动开口夸赞李丽华 现在李丽华渐渐变成立体了 好像一朵花 简直活色生香 以前只是图书中的美人 还没有这么有意思 只可惜 李丽华参演的120部电影 很多胶片都流失 很多年轻人都对她很陌生 但影坛不会忘记她的贡献 2018年金马奖 把终身成就奖 颁给了李丽华 也算是纪念了这位绝代美人 为电影奉心的一生 东方奥黛利贺本 夏梦 夏梦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是香港众口译词的西施 在那个没有明星概念的年代 红得发紫的夏梦 还被誉为 东方的奥黛利贺本 一双丹凤眼 流转着属于中国古典美女的风韵 立体硬朗的五官 又令整个人 带着几分活泼与俏皮 当形容艺人的美貌 后人的追忆总不够真实 带着时代的美化绿镜 借当年一督家人风貌的 名家点评 更来得直接 连毒蛇事态 一书都称赞夏梦道 美女迄今只有两位 一个演员 能令观众仰慕这么多年 真不简单 她无论时装 古装 巨美的东的一生 近十年来 后起之秀 可与之相提并论的 亦只有林青霞一人 暗恋夏梦多年的金庸先生说 西施怎样美丽 谁也没见过 我想 她应该向夏梦 才名不虚传 提到夏梦 不得不说 她和金庸的故事 或许在别人的言语里 这是一个才子佳人 擦肩而过的美丽故事 但夏梦只言 我和金庸 其实不如不说 金庸笔下的王雨嫣 小龙女 等爵士美人的原型 都是夏梦 甚至 金庸改行进入电影公司 也是为了接近 这位梦中情人 很多人觉得 夏梦不过是一个 风华绝代的花瓶 但她亲手打破了 这个假象 她是一个活得通透的女子 对事业有自己的主见 对感情亦是如此 鲜花 浮华的浪漫 只能带来短暂的风光 但她需要的是一个 郁帖的伴侣 平等的婚姻 那才是让她人生 走得更远的存在 脾向交好的美人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前 可选的路太多了 但只有内心有定力 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女人 才会为自己的选择 而满心欢喜 不因错过的风景 而悔恨